我不要买車子 我今天想要聽你的話 黃營業過30日 演高中生無為和 李正基超動靈 真實年齡震驚 飯可以不吃 話不能不說 小編話很多 忙中來插播 近期樂播韓劇 為何是無秀才 以競技師身戀 還有姐弟戀的雙重設定 心痛又心動的愛情故事 精彩劇情的推進 讓首播收視就開紅盤 女主角徐玄正 在戲裡面詮釋 一個追求成功而不擇手段的角色 精湛又扎實演技 也讓他或滿滿討論度 而黃營業首度擔當男主角 在這部又再度挑戰演學生 可以說是學生專業戶了 今天編就整理幾位 防伏劑等級演員 直到真實年紀後 除了羨慕沒有別的了 黃營業當年因為出演女神降臨 把校爸韓舒俊演活而爆紅 在劇中帥氣又痴情的設定 讓不少觀眾直接站向男二派 跟純穎有演同學的他 根本看不出來 當時已經30歲 童年到演學生 簡直無為何 你什麼 韓舒俊? 你怎麼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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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是熱播劇為何是無秀才? 詮釋法學院的學生 與教授曲懸正 即將產生食神殿的情術 也非常搓腫觀眾的心 帶著滿滿少年感 回歸小螢幕的崔宇直 在那年我們的夏天 全是超級呆萌的崔熊 無辜的娃娃臉 真的像狗狗一樣超無害 感覺她的氣質不管到幾歲 只要套上制服 就有滿滿學生氣息 比女主角經多美大五歲的她 兩人演童齡也完全沒問題 而劇中很多幼稚愛唱反調的小舉動 十分青春 讓觀眾們紛紛敲碗假期蒸作 而這一位也像是吃房福氣一樣的 童年 浦寶英在演藝圈以可愛著稱 有著一張娃娃臉的她 演戲還需要童心嗎 在大獵女子杜仲順 穿上校服時青春無為何 電影《婚禮的那一天》裡面 與精英光穿起高中校服 甜蜜出臉的橋段 當時快要30歲的她 依舊是少女啊 那學生 我一番韓吳 什麼 你很慘 我跟我們相愛 就不太會罵 我們相愛 你不可以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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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某天滅亡來到我家門前 與徐恩國這對CP火花太強 其中也有浦寶英換上高中制服的畫面 真的童年到讓邊羨慕啦 李准姬的童年真的太不科學 在兒給馬賴扮演充滿報復的熱血檢察官 被殺害後重生回到學生時代 已經40歲的他 怎麼可以扮高中生毫無違和 不老花美男真的非常莫屬 他也曾經在記者會上分享不老秘訣 我心裡很抱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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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吃的東西吃嗎 我吃的紅菜 我現在在七年級說的 七年級說的紅菜 紅菜吃的 只要靠吃紅生和保持最能量 想尋歐巴東林的趕緊記下來 25 21的粉絲在哪裡 相信結局應該是很多人的一男品吧 編號希望白藝成跟羅西杜能修成正果 清新又細膩的劇情觸動不少人心 不只獲得好評 樂度更是席捲經典上半年 女主角金泰里在現實生活中 可是比男祝賀還大四歲 依舊把熱血高中生詮釋得很好 有些人的男人被打擊 什麼打擊 沒有 絕對不可以 那些世界 現在 我一定要的確 那些人 曾經公開過保持童年的方法 跟保養過程裡保持步驟可是超重要 離太院裡頭的蒲須俊真的太有魅力啦 高中時期因為父親死於一場意外中 開始一路奮發 決定要為殺死他爸爸的人報仇 劇中頂著一顆地紙頭 造型超級燙 吸引不少人跟風 強制開始嗎 要不做的 要不做的事 所以要不做的事 要做的事 要不做的事 我自己用的事 想要的事都要活著 要不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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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看看 要不做的事 別問到是否對眼高中生感到壓力 他還很自豪地說 臉還是高中生 我那些人都想到過了 那些人都想到過了 我最大年紀念 我最大年紀念 不要緊張 那些人都想到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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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幽默發言 還引起全場爆笑 編路過班上 有這種學生轉學來 肯定會全羨慕的 韓志銘的全天藍美貌 可是出名的舞台美女 在我們的藍調時光 與小七歲金玉冰 大台戀愛 也沒有違和感 那些女人是我嗎 我去結了 我去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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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geboren 你可以太好 那你別的又不就 虞智神主演的認識的妻子 因為奇幻元素的劇情 才是初歲的韓志銘 在劇中還演出16歲的女高中生 同眼臉蛋真的不服務 到底怎麼辦到的啦 好的 看完以上别人的介绍 看他们年过三十还能披上校服务 是不是很让人羡慕 演学生竟可以毫无违和 还有哪些你心中的童颜演员 欢迎在影片底下跟别人分享 小别话很多 下次见啰 优秀新闻 各位小八道